嗨,大家好,我们现在在文莱 可是呢,今天我们要从文莱搭船去马来西亚了 刚刚就是大巴士过来了,这边巴士啊就是 因为公共交通的需求量非常小 所以呢,就是它的巴士也是小小的很可爱 然后现在我们要准备去搭船了 我们要上船了,这船是可以在汽车上去的 大概会搭一个多小时吧 到马来西亚的纳米岛,纳湾 下面是放汽车的,我们要去上边的船 上面还有卖一些零食,要包纸 这个电视,就是比较舒服的 Sofar里面,我们坐这边去 这个船是15块文笔,然后加上2块钱的Tax 就是共17块 然后每天呢,都会有好几班的船来回的 可是这班呢,是比较久的 这班是因为有载车的 所以大概会开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40分钟左右 然后如果有一些呢,它是只是载人的speed food 的话,就一个小时就到了 好吧,我们到了拉布安 拉布安的中文叫纳米岛 然后呢,这边是属于马来西亚 原本是属于沙巴的 过后就变成了一个联邦直辖区 然后呢,现在是 它也是一个免税的区 免税的岛 可是这个岛呢,应该没有很大 所以我们会在这边一个白天 然后晚上呢,我就要搭飞机离开了 好了,我们走到一个拉布安的地标 拉布安水这个是一个广场 然后刚刚在走过来的时候啊 就会发现 因为文莱是完全没有酒精的地方嘛 可是呢,这边是免税的岛嘛 所以这个岛上呢,那个酒精都是免税的 所以可以过来尽量喝 这边是超常 对面呢,应该是博物馆 我们去博物馆看看 然后这博物馆前面还有一些二战时期的纪念碑 参观完了这博物馆 这博物馆外面看起来不怎么样 可是里面真的做得蛮精致的,让我吓到一下 所以很值得来参观里面的资料非常的齐全 关于整个拉布安的历史 从英国殖民,然后到日本二战打过来 到加入马来西亚独立,非常的齐全 真的,很值得来看 那我们接下来 还有一个博物馆 应该是海洋博物馆 好,我们现在走过去吧 好晒呀 走了大概15分钟吧 我汗快流完了 然后来到这个海洋博物馆 要进去吹一下冷气 好热好热 而且背着这个大背包 好累 嘿嘿嘿 好的,刚刚上过完了这个海洋博物馆 其实这个海洋博物馆还好 没有刚刚那个博物馆好看 然后里面的东西都蛮旧了 而且冷气坏掉了 原本想说进去吹个冷气 叫鼠一下 结果还是没吹到冷气 然后这海洋博物馆还有说 它是这边 拉布湾是一个很适合潜水的地方 因为呢附近有很多的沉船 就以前可能打仗 或者是运货进来的时候沉掉的船 然后导致呢 就如果你潜下去的话 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海洋生物在里面 然后还可以看到沉船的样子 如果喜欢潜水的朋友 可以来这边看看 然后呢 参观完这海洋博物馆呢 前面呢 就是一个沙滩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Ramsi Point的 应该是英国殖民的时候最先进来的一个点 就是从这边进来的 就是这边Ramsi Point 就是说以前呢 文莱苏大为了向英国示好呢 把这个拉布湾的控制权交给英国 所以当年呢 英国的国旗是在这边升起的 一开始 这边就是海了 很漂亮的大海 好吧 我们就在这边喝喝酒 因为这边酒很便宜嘛 然后看个热络 然后就可以结束这一整天了 啊 也许多了 就像这边 在这边 我电话在刚刚就是不见了 我刚从海滩然后到Grab来机场的时候 我电话应该是就是漏在Grab上面的 一下子我就发现我的电话不见了 然后我就马上去联系那个Grab 然后Grab公司然后刚打电话给那个司机 说我的电话留在上面 然后我也一直打我自己的手机 可是呢那个司机就是没有接 然后打我手机也没有接 然后其实我很少就到机场 我是9点半的飞机 可是我6点半我就到了机场 我就一直联系联系联系要联系司机 可是完全联系不到 然后要上机了 然后也联系不到 然后我就有 我有找就是一直找人接我电话 就还好大家都很热心接我电话 就可是电话是找不回了 所以好吧我们下期见拜拜 我再说